露宿 露宿 防派 露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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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Patrick 今天的主題很特別 我要跟我的室友 到板橋的希爾敦飯店住一個晚上 自從疫情爆發之後 我們就真的都沒有在 pue 外面住過 上一次 我記得是4月吧 那時候跟朋友去錄影 之後就再也沒有出去了 所以我們才討論說 打算趁這個 中秋連假剛結束 人不多的時候 到希爾頓飯店住一個晚上 幸福一下吧 休息一下 我這次換了一排拍攝的設備 這次是用GoPro 然後還有加了一個穩定器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我上一台相機好像角度沒有很大 每次我把我臉拍得很大的感覺 然後我現在人在前往希爾頓飯店的路上 因為離我家實在太近了 走路大概十分鐘左右 前面現在是新美市政府 然後大圓百 平常基本上都是在這個地方活動 希爾頓就在火車站再往下走一點點就會到 那這次之所以帶這麼多的東西 是我在想說 如果都到希爾頓住一個晚上了 因為我知道那邊有健身房 那不如就在那邊拍一個健身的影片 還有上一次在Instagram上我問大家的問題 我也會在希爾頓拍一支QA 我們現在已經快到希爾頓的大門口了 我覺得希爾頓的地理位置非常方便 隔壁就是板橋成品 對面有利寶百貨 又很靠近捷運站 Check in後會開一些房間的開箱 還有希爾頓最有名的是它的泳池非常漂亮 會拍給大家看 希望這一集大家會喜歡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好到了 不知道有沒有拍到 總之就是這樣 好走囉 是 準備先到房間看看 準備先到房間看看 謝謝 謝謝 掰掰 哇天啊 也太美了 我先把東西放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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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現在換了一件衣服要去勇士看看 哇 也太美了吧 好美喔 而且今天天氣爆炸好的 超級無敵美 猛男 然後走到底之後 就有一些休息的地方 真的覺得新版希爾頓很值得來住一個晚上 太讚了啦 讚了吧 太美了 現在就決定這個是我的落腳處 等一下就要脫衣服下泳池玩個水 剛剛在這邊拍了蠻多張照片 我覺得這邊的泳池環境真的很棒 雖然不會很大 可是它採光非常好 然後我覺得我來的時間也很對 就是連假槓結束 基本上沒什麼人 這邊就零星兩組客人 就可以拍美美的照片 然後被打擾 今天天氣又非常的好 陽光灑下來就整個都很美 然後這邊看出去的景也非常棒 上面是做得很漂亮 整個都是樓空的設計 很有去國外度假的感覺 欸我發現它這裡好像有一個小小型的按摩浴感 按一下 欸有欸 欸有欸 好了玩完水了 現在要先回房間休息一下 想要剛剛忘了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現在西爾頓飯店 在泳池的部分是有限時段 要等到那個時段 開放了之後才可以進來 時段的話 可以看到他們觀摩 是詢問他們的做人員 就可以知道時段了 我打算回去洗個澡 這邊看一下他們浴室的背景是什麼 那我們就放進去見吧 好 首先呢 是這個磅襯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在出來玩的時候 會想要量自己多重 但是我覺得有放一個就是 代表還蠻細心的 蠻貼心的 這邊有一個毛巾 然後很有趣的是他們的 洗手台啊 是兩個 這邊一個 然後 這裡一個 如果今天是跟朋友啊 比較多人來 早上刷牙的時候 不用搶洗手台的意思 我覺得這點還蠻貼心的 然後他們的備品是 龜薄萃的 從 洗手皂 乳液 他們浴室裡面的 洗髮乳啊 沐浴乳 也都是龜薄萃的 再來他們的備品 放在這邊 牙刷牙膏 然後 梳子 他們的 吹風機 是放在袋子裡面的 兩邊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有毛巾 擦手巾 之類的 我覺得很棒 除了浴室之外 剛才有 集房 房間的小地方 我也想帶大家看一下 首先就是 旋關可以穿鞋子的地方放鞋子 然後 我現在就放一些雜物 然後 這裡啊 打開側邊門 就是有熱水器 這個設計我覺得還蠻酷的 然後 這邊是咖啡機 然後床的話 其實我剛剛躺過啦 我覺得超級無敵舒服 完全沒有任何彈簧 彈簧硬硬的感覺 就是很綿密 然後紮實的床 是記憶型的床嗎 不是記憶型的床墊 但是它躺下去的話 就是有支撐性 但又不會太硬 對 然後這邊啊 床頭燈也很可愛 推過來 這樣轉就可以有燈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這個開關 它是窗戶的遮光簾 按一下之後它就會掉下來 我覺得這真的很有用 如果來玩 然後很累 想好像睡一覺 這個一定要做得很遮 早上被陽光刺醒 也太不爽了 像 齊爾頓這種遮光效果非常好的 我會覺得很加分 最後就是這邊 房間最裡面有一個 這個小床 也是舒服的 坐起來是比較偏軟 可以坐在這邊 可能跟情侶 可以一起看 窗外的view 如果小孩的話 我現在也可以 讓他在這邊 小孩子可以在那邊 稍微躺一下睡覺吧 然後我們現在就在等 因為我認識這邊的一個公關叫Grace 他就會帶我去看另外兩個房型 一個是三人房 一個是雙人床的雙人房 你建議進來嗎 嗯 有點沉 真的假的 rones 房間 外開 牡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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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可以帶我們參觀兩個不同的房間喔 兩個人都有單人的 好啦 那我現在要回到自己的房間喔 準備晚上吃晚餐 到了希爾頓飯店的清雅中餐廳 餐點好像快到齊了 哇 也太讚了吧 我一定要特寫給大家看 鴻巡 這樣啊 只住一晚啊 現在只要單九九 而且是兩人喔 真的是超划算的 他們的炒飯很好吃 是那種很粒粒分明 然後口味不會太鹹 完食 來吃這個 青菜 它的娃娃菜非常嫩 剛剛原本以為那個娃娃菜我還要咬一下 結果根本就沒有咬之下 在我嘴巴裡分解 怎麼講 燉得很嫩吧 青菜完食 這是今天的主角 哇 室友不是很會用螃蟹 所以非常帥的店員來準備把他弄螃蟹 這個坦白說 它是比較適合人 謝謝人也太貼心了 其實不要看他小小一隻 我覺得吃起來肉是蠻的 螃蟹也完食啦 要來吃剛才Grace有特別跟我講的 他們這邊的一個特色的港點 叫做蟹肉皮梨果 它是用蔬菜皮 麵包蟹肉蝦肉干貝絲麵包菇 好好吃喔 超有彈性的 你看 然後這個也是Grace特別交代 我一定要讓大家知道 它叫做 芋沙羊莓果 內餡是大甲芋桃 我覺得如果是你會喜歡芋頭的話 這一道會喜歡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吃了滿飽 然後剛才Grace問我說 一定要試試看清雅的蘿蔔糕 他又去請廚師幫我們準備 所以期待等一下過來大家講 口感怎麼樣 Grace 推薦一定要吃的港式蘿蔔糕 它真的非常港式的 而且很紮實 它裡面沒有任何的中空 而且很Q 它有抖動的樣子 就知道它有多Q 它鹹度也適中 好 現在晚餐已經吃完了 我想要總結一下 清雅這個 晚餐的感受 第一個就是 清雅的空間非常大 桌子跟桌子都有 隔很大一段距離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跟 不跟市人靠得非常近 再來的話就是 他們服務當然就是 話可說 當然價格也是也不分 等一下我要再把今天 路過的影片再剪一下 然後 就可以休息了 我們明天見囉 掰掰 大家早安 我剛才拍完了 希爾頓飯店的訓練影片 他們飯店的健身房真的很棒 壓力 cable jack 握推的bench 還有伸展機 腳踏車 跑步機 還有藥球 跳箱 武林 真的蠻隱應俱全的 好我要去吃早餐了 掰掰 我的早餐來了 我先選的是中式的早餐 我就是一個老齡 飯店早餐一定要吃中鹹粥 搭配肉 一個皮蛋瘦肉粥 小菜 豆子 肉粥 麵筋 菜的部分也偏感式 包子 菜脯袋 燒賣 青菜 鹹粥式皮蛋瘦肉粥 你可以選擇白粥 就整體搭配起來 就是我喜歡的那種 就是很傳統 很好入 我先來拍一下 室友西餐 西式早餐的話 炒蛋 薯條 花椰菜 香腸 可以跟麵包 好我們早餐吃完了 我覺得整體來說 這次室友燉飯店一博二十 我跟室友都非常的滿意 從入住到房間設備到餐食 真的給你一種度假的感覺 還有就是現在這個價格非常的優惠 兩個人一博二十只要三九九九 活動是到十月八號 可以在十月八號前趕快把握最後的機會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生活影片 別忘了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就是分享給你周圍的朋友 那就這樣 掰掰 來 還好 不會 那你覺得 他們的泳池怎麼樣 我做泳池 欸你會不會講話 就是會放在這裡 而且他還給我放一個很秀 就很舒服 什麼叫給我放一個很秀 哈哈哈哈